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困難 可是這個啊 這邊我左腳要踩都還有地方踩 因為上次我們做了這個抽屜之後 現在害我有時候要踩這邊都沒辦法踩 因為有時候我要踩高一點要去點遠一點的東西的時候 我都用不到 然後最近我又買了一些螺絲 因為我原本的螺絲只有那個內六角 可是我發現有一些場合啊 那個扁頭跟外六角也是蠻需要的 然後再次因為這抽屜空間也不夠了 然後正好我們上次做完的那個工具牆 還有一半都沒有用到耶 所以我打算在上面直接做一些螺絲的收納盒 我們就利用那個工具牆 好好把我們的螺絲全部分類好整理起來 讓它看起來比較整形一點 然後順便把我這個愛角的東西也把它拆掉 那我們就來開始動工囉 好看到桌上這一堆 就知道我又花了好多時間 用雷射機把這一堆東西都把它切出來 這個是要額夠浪費時間 因為我那一台不夠大 所以我只能切成小小的 然後一片一片慢慢做 割了大概五六十片了 好那我們就拿個膠水把這些都黏起來頂起來 好我們終於把我們這一堆 二十五個抽屜的架子 都把它黏好了 再來我們就是要來做抽屜 不過我有點蠢的是 我當初在割那個面板的時候 我應該連螺絲的規格一起雕刻上去 還是我就很忘記了 像這一塊本來是那個抽屜的正面 我應該那時候在切的時候 應該順便把那個 我要的那個螺絲規格一起弄上去 不然我現在真的定起來之後 我也不知道盒子裡面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會先在雷雕上做一個字句 然後我們再一個一個把那個字雕上去 先來把上面的字處理好 我們再來繼續把抽屜完成 好了 我們終於把那二十五個這個抽屜的架子 終於把它搞定了 再來因為我這個每個會放三個 會有三個 所以我還要再做七十五個抽屜 你看桌上這一堆 我看那麼多我這次不想黏膠水了 我直接用冰箱把它盯起來就可以了 好吧那我們就繼續動工吧 好了我們這三個抽屜已經完成了 這樣剛好就可以放進我們這裡面了 不過這樣做好是做好啦 不過有個問題啦 拉不出來啦 原本我想要買那種把手的 結果我發現喔 買一個太貴了 而且我總共有七十五個 這樣子弄起來不划算了 所以我就找到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找到這個東西叫做羊眼 這個一包不貴 這個一包就有好幾十個 然後好像只有五六塊錢而已 所以我這樣子七十五個 我才不會花太多錢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把它鎖在前面吧 這個要轉七十五次了 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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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樣我們就把這三個羊眼都把它 弄進去了 這樣我在抽屜的時候 我就比較好拉了 好 我們這三個已經完成了 之後我們還有七十二個 這個我們還是得來面對啦 好啦 我們終於把這一堆盒子 全部都把它釘完了 事實上排起來就是很壯觀 好 那我們就把螺絲一盒一盒 把它放進去了 我們上面有寫了一些 奇怪的編號 我們在裝的時候 再一個一個介紹 我們都把我們 現有的螺絲全部都把它就定位了 那看起來是有夠壯觀的 然後我要留了六七個空的 以後看有什麼螺絲在放 反正要塞下去 我也順便介紹一下這些螺絲的規格 是怎麼看的 好 這些是我們機械固定常用的東西 首先這個第一個 這個我們最常在用的 就是內六角螺絲 像這種的 就是在一般我們在固定 在鎖螺絲 或者是 要有盛頭孔的時候 這種螺絲 就非常的適合 然後我們買的時候 像這一隻是M8x20 它的M8就是說 這裡的牙 這裡的牙是M8 然後長度是 從這個面到這裡 長度是20 然後這種你在買的時候 如果 你長度如果買到 特別長的時候 大概30超過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沒有牙 所以如果 想要有全牙的時候 記得要再跟廠商說 我要全牙的 不然就是自己拿那個 螺絲弓再把牙弓過去 不過不建議 因為這樣子它那個 電鍍層會不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外六角螺絲 這也是一樣做我們 機械固定 然後有一些場合就是 它的 因為像這種 六角螺絲 我們的扳手 這裡就是一個L型 那像這種 因為它好處是 可以用開口扳手去鎖 所以它可以在比較扁的地方 把它鎖緊 然後這種 因為它是外六角 所以我們在鎖的時候 可以鎖得更緊 就是我們扳手比較不會滑掉 像這個 內六角 有的用久了之後 磨損 就是我們用一般扳手 就是磨損 或者是沒插到底的時候 它這邊有時候 轉的時候很容易打滑 那這種外六角 因為我們只要選 剛好的 開口扳手這樣轉 其實我們都可以轉得很緊 在拆的時候 它也比較不會滑掉 那像這一隻也是 M8x20 M8一樣是 它這個牙 這個牙的規格 然後長度就是從這個面 到這裡的長度 這是我們外六角螺絲的 簡單介紹 好 然後這就是 敏頭螺絲 它比較適合就是說 我們要鎖完的時候 機械要一個平面 因為如果像 這個內六角來說 我們如果做成頭孔的話 它要有一定的深度 像這個8的 它這個厚度就到8了 我們的板子 一定至少要到11附近 不然你把它用完 它就孔就破了 可是這種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是斜度 所以你斜度 就算擴孔的 沒關係 所以板子如果很薄的時候 也是可以用 然後像它這個規格 就是 它也是M8x20 不過它這個跟 剛剛那兩種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連頭都要算進去 因為這樣鎖起來會很好看 可是要注意 因為它這個 洞也是比較小 所以你要鎖比較大的扭力的時候 不是這個壞掉 就是你的那個 反手壞掉 所以在拆的時候要很小心 然後這就是 三個好兄弟 這最常用到的 就是 螺帽 然後 彈簧墊片 還有墊片 彈簧墊片就是 一般都是搭配這個使用 就是這樣鎖起來 我們鎖到之後 在震動的時候 螺絲比較不會鬆掉 沒有用彈簧的時候 像這個如果只是要 加大鎖的面積的話 墊片也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那這螺帽就是我們直接把孔鑽過去 然後懶得公牙的時候 就是用螺帽對鎖 或者是一些長防孔 就是有的長防孔 然後你又沒辦法公牙的時候 這螺帽就會很好用 就可以鎖過去 然後長防孔就可以去調整它的位置 好啦 那我們螺絲就這樣大概介紹了 那我們就再把它 塞進我們的櫃子上 好了 我們已經把我們這些 螺絲全部都上到櫃子上了 不過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 下面 有一點空 上面也有一點空 然後我正好也還有很多 瓶瓶罐罐 我打算下面做一些 盒子 然後把我的瓶瓶罐罐 放上去 這樣子 應該又可以省一些空間下來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製作了 好 我們終於把這個做完了 那我們就可以換我的瓶瓶罐罐 我這次一共做了四個 我們要排上去看 看會不會比較整齊一點 這樣擺起來看起來還蠻一致的 好 再來我們就把我們的瓶瓶罐罐 塞上去了 好 這樣我們罐子都把它排上去了 可是我發現下面 有一點空虛啊 所以我一個想法 我們平常這種洗手液啊 我都是放在地上在那邊按 然後我後面發現 放平的話這邊下面都吸不到 所以我這次我後來設計一顆 這樣子讓它傾斜大概30度 然後把它 讓它放在這邊 這樣子應該我在擠的時候 它應該就會集中在這邊 比較不會浪費 好 那我們就來繼續做這一個 綁這樣子 綁在這裡 好 這個我們清潔器的 這樣子罐子 用起來這樣按下去 也非常的 很重要的東西 是難忍的空間都一定要有的東西 你們猜看看是什麼 反正我先來話題了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再說幾個月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我就會想哭 你怎麼會想哭 如果你們這樣做 那些糟糕 你們就算是做到 不是還可以嗎 但是還不可以 不是還要詳細的 上面 但是我們這個 好啦,最重要的衛生紙盒也完成了 本來這次只是想說把螺絲收納一下而已 結果弄一弄,結果還是搞了一大堆 我覺得這樣子弄起來還蠻整齊的啦 這次還蠻滿意的 然後如果有更好的建議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這次影片就到這裡啦 謝謝觀賞